第八届世界和平论坛 正在北京举行 中外专家学者共同关注 探讨了G20大阪峰会期间 中日达成的十点共识 日本专家表示 中日两国开展第三方合作 有助于维护世界稳定发展 而中方学者则表示 中日之间需要通过对话协商 管控分歧 十点共识中提到 日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 是联合多样化地区的 富有潜力的构想 中方也对日方积极参与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表示了欢迎 中日双方正在着力推动 第三方市场合作 取得扎实成果 Prime Minister Abe mentioned talked about four conditions for such collaboration which is transparency, openness,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and also fiscal sustainability of those developing countries 前日本驻上海总领事 小元亚国则表示 中日开展第三方合作 对维护多边主义和全球贸易 具有重要作用 当前中日关系总的势头是好的 但双方也存在分歧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杨博江则认为 中日有必要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 比如说关于WTO改革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 市场准入等等这些 这种分歧的存在 恰恰凸显了中日之间对话沟通 以及协调的必要性 当前中日两国都进入了发展的新时代 两国的共同关切和共同利益也日益增多 两国元首都一致认为 中日应当管控分歧聚焦共识 共同推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央视记者北京报道